大家好,我是Samantha,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也是同一套衣服,因為我拍完面膜片之後就決定拍完我大家都等了很久的手飾收藏,分享一下我最平常會戴的手飾 手飾都是我這幾年開始沉迷的一件東西,化妝品的熱情就沒那麼厲害了,現在就喜歡手飾,水晶等等 說說這個我平常用的手飾盒,是在Majuri買的,是他們最大的尺寸,有三層,我放在我基本上所有手飾,除了水晶和錶 以往我自己喜歡戴的都是金色,現在金銀都喜歡這個混合和混合的,比較多買的品牌就是Majuri Majuri 以前也會買的,這些都是比較負擔得起的一些車廁品,有品質的價錢也不會太貴 我好像去年,我一看到Majuri有一折,就立刻衝去買,而且他們有退稅價,就很便宜 但我發現如果太便宜,或者是十多二十元,Sara H&M那些手飾,真的打一打就很快會氧化,會脫色的 那我就覺得不如用多些錢去投資一些好少少質素的飾品,會比較適合 在這裡也分享一些不太專業的資料,都是我自己上網找回來的 那最常見的金色的飾品,主要分為三個類別,分別是Solid Go,就是純金,Gol Verme,和Gol Plating 都是一些稻金,Solid Go就是純金,比較保值,不會氧化變色 可能你去游泳洗澡,流汗做運動都不會變色的 Gol Verme,就是在銀外面稻金,Masoma,和Monica Vendada,都是Gol Verme的 即是類似是Double Plated,是會厚一點的 另外就是Gol Plated,意思是在其他金屬外面去倒一層金 即是在碑上再倒一層金 所以Masoma,基本上是比Gol Plating會厚一點,或者比Gol Field會貴一點 但始終隨著溫度、汗、水都會氧化 分享了我每天都會戴的耳環和頸鏈 這些平時都不會脫,IG最多人問就是這些很細小粒粒的耳環 我會給大家看,不論是洗澡、做運動、游泳都不會脫 而且我是一個很大汗的人,所以戴一些Solid Go的手飾會比較好 這些每天戴的就是14K,價錢會貴一點 但你想想,它不會像Masoma Masoma戴半年左右就氧化了 這裡有一些戴了半年以上都沒有氧化到的 至於頸鏈,原本我只有一條金色的小鈴鐺 然後慢慢就加了這個S字 上去 最近終於買了這條我恨了很久的一條 都是一條線戴的,很幼的一條 兩條很幼的頸鏈 搭在一起是很簡單的配搭,但我覺得很漂亮 另外就是這個Tiffany的手鏈 其實都是帶我很多年,好像是我中學畢業的時候 媽媽送的,因為十八歲那年 有時都會拿到Tiffany那裡,可以有洗銀的服務 之前的扣子都好像爛了,被我弄爛了 都可以拿去維修幾百元 但是都是一個很有意義,很有紀念的價值 一個手鏈,所以我都不會脫 接著就按品牌分享一下其餘我喜歡的東西 我喜歡的,那些是Croissant,Dome,Sharlotte系列 我有一兩款Golf Verme的東西 包括這個戒指 這個可以放在Mai's紙的,一個密封戒指 另外就是他們Solid Go的戒指 包括我現在戴的這兩個 這個很漂亮的Solo Diamond Ring 是我喜歡的Golf Verme的戒指 下面就是Baded Ring 另外這邊也有帶了他們的Open Diamond 因為那個尺寸我買小了 然後有些筆劍 這樣就可以放在一起,但是很美麗很低的感覺 我以前是喜歡一些大舊一點 就是APM,NV也是大舊一點 那這些呢,其實幼身一點也挺漂亮的 另外Golf Verme,我也買了他們牛角包的耳環 也是很容易配襯的 但始終是Golf Verme,我買了幾個月 它又開始變黑了 那我都用他們附送的那個抹銀布 這樣抹一下 這樣都會光一點,但是都有點發黑的情況 另一個我很喜歡的品牌就是Misoma 在未發掘Majuri之前,我主力都是買Misoma 他們官網是買滿200英鎊 就購買了,可以退稅價 幾天就會送到 或者Selfridges都可以買 質地是Golf Verme 但部分Misoma的東西都很簡單 他們最有名的其實是金幣的項鍊 我就沒有買的 我自己很喜歡的就是他們Lucy Williams 那個系列 譬如這個 Sneak Chain 我都經常戴的之前 大家都應該在影片中看過 這個是很喜歡戴的一個項鍊 我通常會用這個Sneak Chain 配這個十字架的項鍊 這個也是Lucy Williams的系列 我喜歡這個Sneak Chain 喜歡到買了這個手鏈款 但也比較少戴的 還有這條粗項鍊 近來去年都很流行 我APM之前也有一條 但它已經氧化了 所以我都沒有再戴了 這個就是Misoma的這一款 另外就是我經常戴的Motant Hoops 我現在都戴著的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圈圈耳環 但也有一點設計 然後就是APM Monaco 大家對它的認識愈來愈多 可能就是因為Habber City Times Square都會用QPON 還有近來也有很多KOL合作 它們的質料就是18K的GOLD PLATING 所以也會有脫色或者氧化的問題 尤其是金色的也會有 我都會拿回店裡清潔 它們最有名的 這個星星系列 我覺得這些是有時候 可能要大小的場合才會大到 大家都應該看過 就是一個S字的吊牌 最特別是它後面可以印… 不是印的 類似可以刻名字 或者是刻公仔 刻圖案 我在後面就刻了 我覺得APM的飾品裡 這是最值得買 也是很有紀念價值的一件 除了印照之外 你也可以印字 有很多個人化的飾品 我覺得都很適合送禮 那這個手額呢 我自己也做了自己的名字 還有一些符號 但是APM的鏈 我覺得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不是這樣扣 它是一個… 好像承索的 你看到這顆的 你可以索短索長 這兩個就是它們之前 一個比較中性化系列的戒指 很漂亮的 好像一個鎖鏈一樣 然後有一款是比較浮誇的 但是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這隻戒指 好像是它們Romance的系列 我這個系列真的適合你 整隻手什麼都沒有戴 只是戒指 同系列也有這個耳環 有一點珍珠 這個系列很漂亮 然後另一個我都很喜歡 就是MV MONICA VINEDAD 它是GOLFERMAY的 但我現在剩下的 都只有三隻或四隻戒指 它們的品牌也很喜歡 將戒指 將戒指 但你見到金色 都已經不是 靚靚仔仔 有一點點 氧化 這幾隻都是MV的戒指 但都氧化得很厲害 就算抹了 可能過一陣子 然後又會黑 但我又不用擋 我經常想 我有一天都會繼續戒指 接下來都是一些比較雜不甭的牌子 什麼牌子都有 有這個Anna Luisa 跟台灣一個選擇YouTuber 抹羊子的一個合作 他們合作的這款耳環 都是非常簡單 有一點珍珠 然後最特別是 它的鏈 連同後面的托 你不怕 它會弄不見的托 或者怎樣 還有Anna Luisa 這個品牌也是注重環保 他們的十四基金 都是回收利用那種 他們寄來的包裝 都是很簡單 一個很小的用袋就可以 我自己就覺得沒什麼問題 因為始終都會扔掉那些紙盒包裝 另外一個有的就是 他們那個牛角包 戒指 我相信都有少少氧化了 但是其實是很有趣的 一個牛角包戒指 我想平常跟Majurri那些都很相似 另外這個戒指 就不是Majurri的 這個是在Essi上面買的 一個GOLD FORMAY 還是PLAATING的DOME RAIN 因為我是想Majurri那種 但是它的價錢比較貴 所以我還未肯定很爭 是不是很喜歡這一類型的戒指 所以就打算買一個便宜的 試一下 我也覺得挺漂亮的 接著就是一些 可能是精品品牌 首先有CHANEL CHANEL的手飾 其實我們只有他們的耳環 最小的一對 其實是很多年前的一個禮物 這對是很簡單的CC LOGO 其實三對都是CC LOGO的耳環 這個是最小的 我想再買多一對 再MINI一點 就是鼻屎那麼小的耳環 但是現在都沒有貨 另外我自己比較喜歡 就是這個吊著珍珠的這一款 這個好像是去年買的 很經典 其實紮起它再大會更漂亮 就是看到那個款式 另外就是HERNEST 但是我沒有能力買它的袋 它們手飾我都很負擔到的 那我第一個入手 就是它們這個珠鼻戒指 那我是買完才知道 原來很難買的這個珠鼻戒指 離遠的HERNEST買 那時候是跟HAYMAN進去 就是這樣問 有沒有可能的飾物款 他就拿了這些出來 主要是只有一個 而且我是適合戴的 價錢好像未過3000元 另一款也是 寫完之後 想問到很高的 Mini Pop H的項鍊 這也是HAYMAN 剛好去店舖 一問就有的項鍊 其實它真的這麼幸運 每次去都問到我想買的東西 它真的是我的幸運 因為譬如Shanel的耳環 都是我跟它去 然後就有貨 這個就是Mini Pop H 很小 我沒有買大那個 因為我覺得Mini Pop H會有趣 不過這個就是玫瑰金的鍊 配白色 然後就有這條 我去年入手了的LUEVE 他們的ANIGRAM鏡鏡 應該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首飾 它很漂亮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IG都有分享過 就是它會無緣無故 這個扣子 這裡會自己解鎖 然後呢 就會變成一條項鍊 這樣浪了在項鍊 就是你自己 是不會發現它掉了 因為它的重量都在 它不會掉的 對啦 我這麼多次都沒有掉過 但是很奇怪 就是它不知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出現了 然後還有一些Mini Pop H的牌子 港女一定會有的 PANDORA 你看它們都很暗沉黑色 因為很久都沒有洗過 其實我現在都不會戴的 因為它有硬手 又難戴 那這條呢 我自己就 其實是幾年前在澳洲買的 那澳洲買的PANDORA是特別便宜的 那就買了這個Essence系列 其實我到現在都喜歡的 但是 都不會戴的 但是我都會留著 那另外的Biu 我都有兩隻 一隻就是Apple Watch 這個好像是SE的版本 另外呢 就是這個Cucci的Biu 原來是打算買貓貓樣的那個 但我覺得好像不太耐 最後都是選擇了這個 應該不會過氣的一個款式 另外就是 不知道會不會之後再說 就是水晶手鏈 這些都算是飾物的 但是 就不會在這條影片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講一下水晶 因為我買了很多拜件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講水晶的都可以 告訴我 這個水晶坑是 心不可查 一進去就很難退坑 以上就是一些我很喜歡的 手飾單品 拖了這條影片很久了 希望大家喜歡 還有找到一些 你們都可以試一下的牌子 尤其是Majury 可能現在又老了一些 就是想買一些 有少少質素的色品 就是可能長青少少的款式 記得讚這條影片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請便是 ord面 請 婚